另外关心的是行政院会昨天是通过了国营国际机场园区股份有限公司设置条例 预计要在民国99年底 现在的桃园机场就会变成国营机场公司了 而成立初期员工的规模会有400多人 资本额281亿元 旅客来来去去的桃园机场就要变身成为国营企业了 正院拍板桃园机场预计在民国99年底改成国营机场公司 像法其他国家 台湾的桃园机场将加入企业化经营行列提升竞争力 关辖土地也变大了 未来桃园国际机场国营公司它所管辖的面积 会从目前的1250公顷扩增到将近2000公顷左右 在公司成立的时候规模大概462人 成立的资本额大概280亿左右 281亿元由交通部投资 政府忙推观光的同时 国家门面也忙着转新升级 今天就用战争中黄一芬正好报道